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针对新冠肺炎的严格清零政策近来有松动的迹象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一番话更是引起外界猜测 中国或确定在2023年重启国门 美国之音综合报导 习近平在曼谷举行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致辞时表示 中国将会考虑明年再一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声称要为亚太和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 如果此论坛如期举行 这将会是北京第三次举办此议论坛 而且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举办 中国政府曾经分别在2017以及2019年举行第一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也曾吸引了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出席 但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在2019年年底 最初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之后 中国政府一方面对爆发疫情的诠释实施严厉风控 另一方面则几乎完全关闭了边界和对外交往 除了在闭环内举办北京冬奥会之外 中国基本取消了全部原定要在中国举行的实体国际会议 国际赛事或其他活动 中国政府虽然持续宣称要坚持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的方针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 即使面对全国各地强力反弹的疫情 最近也开始通过推出20条防疫新规 强调优化和精准防疫 以求减缓防疫管控措施 对民众生活以及生产活动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许多分析家认为 中国的防疫管控措施到明年三四月间 还会有大幅的进一步放松 但是在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变的状况下 中国的防疫政策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全程封控也许一时不会重现 但区域何举不封控 也就是所谓优化和精准防疫 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很难放弃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问台 明年能否举办 可能还要看病毒和疫情 是否同意习近平主持这样的会议 不过中国今年二月份闭环举行北京冬奥 将比赛场地规划成三个封闭的散区 选手或者工作人员都必须依循 主办单位规定的路线往返赛场 因此中国在不打开国门的状况下 举办国际论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另外同一时间美国也持续推动 对抗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刚刚闭幕的印尼巴厘岛G20峰会上 宣布推出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此计划目标就是通过美欧联手 共同抗衡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2019年在香港机场 一度被反送中示威者围殴的 前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 已经在去年10月因病去世 其父亲近日在社交平台今日头条上披露此消息 傅国豪的父亲在网上写道 知名爱国爱港记者傅国豪 于公元2021年10月25号晚间因病去世 是年三十周岁 另外英雄记者傅国豪的骨灰 已于公元2022年5月安放在天津 墓碑上刻着无限追袭四个大字 报道指出 据与多位傅国豪亲友确认 傅国豪已经在去年10月去世 并安葬在家向天津 2019年8月中旬 傅国豪以环球时报记者身份 在香港机场采访 因为一度自称是观光客 遭到反送中示威者起疑而被围殴 当时傅国豪称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的之后 在中国媒体大幅报道 其在香港被殴事件 以及中国官方强烈谴责之下 傅国豪在中国境内是声名大噪 成为焦点人物 而带头殴打他的两男一女 一共三名示威者 去年1月份被香港法院判处 4年3个月到5年半的徒刑 2021年4月时 傅国豪因为收入经济状况 难在北京有安身之所 加上家庭因素 无法允许他在北京漂泊 最后离开环球时报 不过外界非常好奇 为何傅国豪的死讯特别压到一年之后 二十大之后才公开 其父亲声称 主要考虑到去年的现在 中华大地疫情肆虐 各级政府疲惫之际 百姓焦虑 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 图谋不轨 台独企图不如无疑 而且香港黑恶势力仍然猖狂 他说 傅国豪去世的消息 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 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偷毒素材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也是傅国豪在天之灵所不安的 他说 今天看到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 新一届领导成员已经产生 中国海空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极大的震慑了太多势力 在香港 一大批猖狂的港独分子已经伏法 香港远景重抖威风 在国内 疫情防控成果已见成效 国人日常生活基本未受影响 因此他才有可能将孩子的事情告诉大家 中国新闻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首都北京也不平静 中央社报道 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公布 11月19号新增69例本土确诊病例 和552例无症状感染者 另外确诊者中出现了一例死亡病例 是87岁男性 11月11号出现干壳 13号确诊为轻型 19号严重肺部细菌感染 发生浓毒症休克 因基础病恶化 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今年5月底以来 中国首例通报的死亡病例 为了因应疫情升温 18号北京朝阳区发出制群重信 判这个周末静下来 减少外出 减少非必要跨时流动 以禁阻传播 以禁有安宁 安心居家 助力抗疫 此外 中国近期公布优化防疫20条 含解多地因过度防疫 激化社会对立 但公布后 民众反认为 防疫要靠个人 掀起了抢购防疫物品 以及囤药潮 既标榜可治疗新冠肺炎症状 但是在中国民间评价 分歧的重要联华清闻 在河北石家庄被疯狂抢购 全是药房被扫货一空之外 另外在多个线上 医药销售平台上发现 中国国产的新冠口服药片 阿兹夫钉片悄然开售 但开卖一天就遭下架 第一财经报道 11月19号中午 研发生产阿兹夫钉片的 真实生物恢复表示 已经在第一时间 与药店沟通 及时下架处理 临床专家向第一财经表示 该药物是一个处方药 而且也是紧急授权批准 主要是提供给高龄老人 和其他有严重基础疾病风险的 寸弱人群备用 绝对不是给全民吃的药物 囤药更没必要 当中国正为了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以及放弃清零的矛盾 糟头烂而时 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 又再次俯伤海面 那就是人口增长议题 美国之音报道 近年中国一再的放宽生育限制 但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 却是持续下滑 最新数据显示 31个审市中 有13个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 包括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专家认为 中国老百姓对于生养小孩 充满犹豫 与目前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有关 中国国家统计局 本月出版的 《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 去年中国总计出生人口 为1062万人 创下近年新低 48万人的竞争人口 创下了1962年以来的新低 人口问题专家义富贤认为 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转型 达到产业升级目标 不容乐观 他说到 中国是未复先老 从2020年开始 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 这意味着 中国今后的老年化比日本还要严重 要研究中国的未来 就要看看现在的东北 东北的现状就是中国的明天 人口高度老化 毫无经济活力 中国无法成功转型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高端产业转型需要年轻的智力 人口老化意味着年轻人减少 年轻人减少 意味着产业升级的能力下降 所以它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北京艺人品中心创办人陆君则是点出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想要小孩 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在中国生小孩 许多准父母为了小孩认出中国 在看到中国政治与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 准父母为了小孩有个光明的未来 可能会加快移民的步伐 在俄乌战争延续的背景之下 北约盟国海军整个11月 与大西洋和地中海 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汇集了美英发裔四国海军的五艘航母 以及来自不同盟国海军的众多护卫军舰和数千名水兵 航母活动将包括反潜作战和空战演习 甲板对甲板的飞机转移和海上补给等等科目 法广报道 根据北约方面介绍 在北大西洋 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大的军舰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 在与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荷兰 以及西班牙的军舰进行了数周演习之后 已经抵达英国 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于11月10号离开普茨茅斯港 前往北大西洋进行F35战斗机演习 在地中海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 在希腊美国和意大利舰艇的护卫之下 于11月15号离开吐轮港 前往北约东义执行威慑性巡逻任务 并且在中东地区展开反恐行动 在该地区的还有意大利海军加富尔号航母和美国海军部署号航母 最近几周部署号航母的舰载机在立陶宛和波兰上空 进行了威慑性巡逻 演习结束之后 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底号航母于11月15号返回塔兰托港 北约发言人郎杰斯古表示 这些部署表明了北约有能力在整个联盟中投射力量 并且迅速增援盟国 他指出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下 这些航母提供了威慑力 他们有助于保持北约的海上交通线畅通 郎杰斯古强调 北约的力量发出明确的讯号 即北约将保护和捍卫盟国的每一寸领土 随着今年2月份 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入侵 北约在3月举行的紧急峰会上 盟国决定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 潜艇和大量的战斗舰艇保持巡逻警戒